今天是周六的早晨 然后拍这期视频其实是想说 就是大家都知道OSMO Pocket 2 下周二就要出了嘛 这个算是一个确定的事情 然后呢就是想跟这个带这个感觉像自己的老朋友一样 今天带他出来再拍一下一些东西 因为我一直以来的这个拍摄Vlog的主力机都是这个OSMO Pocket 然后再加上这个RAW的这个枪型麦克风来做 然后呢因为Pocket 2出了之后的话 这个就要退居二线了 当然我肯定还是会用它 但是肯定不会像现在这么频繁作为主力的拍摄设备 当时看到这个 第一次了解到这个Pocket的时候 就大将临谋OSMO Pocket的时候 很偶然的一个关系 因为之前我都是用那个GoPro 那除了正常的这种卡片 DSR这种卡片的单反相机之外的话 GoPro就是最好的一个选择 当时做Vlog 但是画质总是会有一些问题 就GoPro的画质总会有让你不满意的地方 再加上比如说遇到暗光的环境的时候 你会得到一个不是很稳定的这个画面 它的电子防抖就不会做得太好 然后很偶尔很偶尔的一次机会 我在那个油管上面看到了这个OSMO Pocket的一个视频 然后突然就让我觉得 哇原来小型手持拍摄设备可以达到这样的画质吗 然后就去买了一台之后 就开启了我们和大疆的一个缘分 好的那我现在切换到了这个OSMO Pocket在拍摄 是用的这个ND8的滤镜 然后加上这个RAW的枪式麦克风 然后再做一个拍摄 因为像早上比较早 所以滤镜的话不能用这么黑的 然后曝光的话用的是ISO是400 加上这个Shutter Speed的50分之一 好的然后当时拿到这个OSMO Pocket之后 然后就做了第一次拍摄 然后我才知道原来这么小的这个相机 这么小的Sensor里面 它可以拍出这么好的效果 因为它是三轴云台 它对画面是不会有裁切的 就不像这个GoPro的这个电子防抖的话 它对你的这个画面是有裁切的嘛 然后就包括是在这个低光环境下拍摄的话 因为有这个物理防抖的话 它拍出来的画面也会好很多 所以当时真的是觉得好像开启了这个新世界的大门一样 然后一直以为就是正常的这种DSR这种单反相机的话 它有这个D-Log的这种模式 我们叫做Flat Color 然后GoPro之前一直用下来 它也有我们叫做Flat Color里面 结果它那个Flat Color基本就不Flat 没有多大区别 那后面在OSMO Pocket里面 居然发现它是带有这个D-Signalike这个模式 然后拍完之后的这个后期调色 就变得简单了很多 然后我说哇 这么一个小小的机器里面有这么多功能 这么好的这么棒的这个机器选项 然后后面基本上我的日常生活的一些Vlog 我就全都是用OSMO Pocket在拍摄 然后很多朋友也在问他说你用的是什么单反 我说没有用单反再拍 我用的就是一个手持的一个小相机 叫做OSMO Pocket 然后就种草一拨人 然后现在呢 下周二20号大疆的这个发布会开始 然后就很期待要见到第二代 然后从它的那个观光视频可以看到 就是应该在暗光的这个拍摄下面 也会好很多 会变得好很多 我觉得它应该是用的是稍微大一点的Sensor吧 这一次 今天就带这位老朋友出来 再好好的拍一点东西 就是现在加拿大这个第二窝疫情 每天一千多 只有我们省 我们魁北克省 就是每天是一千多一千多厘的这样涨 然后就是现在的话它又lock down了 就是很多的这些店 就是餐饮全都不允许再开门了 然后还有这些公共场所也都关闭掉了 所以今天呢想出来 大家看一下现在这个Montreal Montalilla现在是个什么样子 那当然因为现在街上没什么人 我没有戴口罩 等到我接近Downtown那边的时候 我会把口罩戴上 那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是蒙特利尔乃至 北美都很出名的这个彩虹街啊 那它其实啊 是在每年的五月到九月是封闭的 就是不允许车辆进入的 那现在这个季节的话已经通车了 但是受疫情影响的话 但是受疫情影响的话 今年的这个疫情影响下 很多人都不会到这地方来 那其实彩虹街的话在每年夏天都是人山人海的 因为他会做很多的活动 包括游行啊什么的 结果今年就很冷清 因为这个疫情的这个关系 造成了有很多 就是餐厅比如说对面这家 这边好几家 全都关门的这种状况 就是没办法营业下去的状况 哎 然后当然这个夏天它lockdown就是关闭了一段时间 后面又让开了一会儿嘛 但是大家心里边还是会有阴影 就是也没有人过来 然后就造成了今年整个彩虹街非常冷清的一个局面 之前没有机会给大家介绍 彩虹街在每年夏天的时候 就是那个郊澳洲的那几个星期 那个人多到就是你根本 感觉就是像在那个香港的这个庙街一样 就是完全是人挤人的这种状况 然后每天他都会有很多的不同的活动 然后结果 希望明年吧 如果明年这个疫情能好起来的话 我还能有机会带大家夏天来看一下这边 估计应该会让大家对蒙特利尔的印象会变得不太一样 我说的不太一样是好的方向 不是奇怪的方向 那除了彩虹街之外的话 想带大家去看的就是这边的中国城 他现在的这个门口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京剧的一个女孩的墙会是很漂亮的 然后再带大家去看一下这个蒙特利尔的老城区 为什么蒙特利尔会被称作小巴黎 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他因为这边说法语的这个情况之外 因为很多过来的人就是很多年以前的都是欧洲的移民嘛 法国移民 然后再来就是他在老城区的这些建筑全部都是按照巴黎的当时的那种设计来做的 就是很漂亮的一个样子 所以其实是值得去看一下的 然后那个地方也是人山人海 但是今年的话真是没办法 那也正好我也很少看到就是蒙特利尔 就是这么冷清的一个样子 那这边他是在这个彩虹街的一个感觉像艺术长廊的一样一个地方啊 就是有很多的这些设计师他会把一些摄影作品或者是一些艺术品在这个地方做一个展示 那现在大家隐约可以看到的那个咖啡色的那个建筑 是我的母校回北科大学 那其实大家可以看到的是 就是北美这边的高等院校的话 它很少有这种我们讲的校园环境这个东西 就当时在这边读书的时候 就是在加拿大读书的时候会发现 哎 为什么我去读书就在街边上就感觉像逛商场一样 就是对于中国学生过来之后 觉得很奇怪的一点 而且也很少有学校会提供寝室的这样一个概念 都是你自己在外面住嘛 然后魁北大学的话 我当时读的是西库的一个校区 它因为魁北大学它分为好几个校区嘛 然后我读的那个校区还好一些 它是虽然比较远 但是它是有校园环境 有校园的 然后蒙特利尔的话 当然魁北大学战地很大一片啊 但是的话大家就可以看到 包括这个地方都还是魁北大学 这条街它离当趟不远 这条街它离当趟不远 当时我读书的时候就住这条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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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漂亮叫Santisabit 很漂亮叫Santisabit 然后我在这地方住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 然后我在这地方住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 很安静 就是在邻近市区能有这么一片地方 是很安静的 你就会觉得心里面每次回家的时候是很舒服的 当时还是个学生的时候 我住哪儿 我住这个地方 1235号 然后当时这个地方 然后当时这个地方 我住的他的房东是一个警察叔叔 然后因为他是把他的这个房子比较大 他分租了一件出去 然后我就和他住一块 就那个心里老有安全感 每次你比如说晚上出去玩回来之后 你知道我们是有警察在家的 什么都不怕 好的我们快要临近中国城了 然后到时候给大家看一下中国城的样子 好的 这个地方就是 蒙特利尔大名鼎鼎的中国城 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感觉好像全世界的 这个中国城 它都会有这个唐人街的这样一个牌坊 所以不知道是因为 是有组织在统一做这个事情吗 还是就是你说什么韩国城呢 或者是或者是什么意大利小镇呢 他们在当地都不会去修这个东西 就我们好像就真是挺有钱的 然后这个就是之前给大家提到的这个京剧的 这个是京剧吧 的一个强惠很巨型的一幅 它有看一二三四层楼这么高 然后往这个台坊进来之后这边就是中国城了 就是你可以看到所有的标识都是中文和英文的了 当然中国城里面不光是中国人了 它还有马来西亚呀或者是菲律宾 他们都会在这地方开店 你说好吃其实也就那样 你只是我觉得出国的人 只是感觉会有一个情怀异样的东西吧 你会想到这地方来吃饭 但是你说和国内比有多好吃 好像也没有 然后中国城的这个营业时间 它大概是11点钟左右才会开始 然后这个是中国城的中心 然后看一下 放有一个孙中山的一个头像 然后这边是我们讲中国城的中心地带吧 然后这一片的话我经常来吃的是 这个叫做一品香 它是主打的还是川菜的 然后因为我是贵州人嘛 吃的比较就是川菜比较对味一点 喜欢吃辣 但也没有太辣啊 然后他们家的味道就 我觉得相比下来就比较正宗一点 没有打广告 就是如果你有机会来蒙特利尔旅行 想吃川菜的话 大家可以去台下试一下 其实很不错 然后从这个中国城穿过的话 我们就会很快来到这个老蒙特利尔 就是蒙特利尔的旧城区 那就是真的是很漂亮的一块 好的那我们现在在靠近的就是老蒙特利尔 就大家会立即感觉到整个氛围就变得很欧洲了 然后我觉得也是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 现在很多地方它都在抓紧时间做这个装修的事情 因为之前游客多的话可能没有时间来做这个东西 现在这个很出名的这个玛利亚大教堂的话 它的外围现在就在做这个装修的处理 觉得当时刚来那几年就是难免你会觉得有点孤单的时候 你会我会自己一个人跑到这个玛利亚大教堂里面 然后听他们诵经什么的 听他们那个唱诗班唱歌 然后你会顿时觉得整个人会整个都平静下来 就不会有这种浮躁的感觉 这一个地方也是我最喜欢蒙特利尔的一个地方了 然后我们再往里面走的话就是 这个很多餐厅酒吧的一个老城区的一个 比较游客比较多的一块 那同样还是 今年的话就是很惨淡 大家事业都不好做 因为没有人过来 就是其实每年中国游客也很多的 就你会看到很多这种中国的这种印着中国旅行坛的这种标志 全世界当然也是很多人过来 但是今年 就是觉得好像大家生活都不容易啊 这样说 这个看上去应该很有欧洲法国的味道吧 是因为我到巴黎的时候 感觉街上也就是这个样子 当然这个是缩小版的 然后马上我们就要靠近的是它的那个酒吧街了 然后还有很多餐厅啊什么的 我觉得这个地方 其实国内的很多朋友过来的话 特别是女孩可喜欢在这地方做拍照啊 街拍什么的 当然确实是很有那种异国风情的味道 大家能看到的话就是这条街 当然我没有从头开始 就是你可以往那边看的话 它也是都是很多餐厅啊 小酒吧啊 然后画廊啊什么的 就很有艺术气息的这样一条小街 那夏天的话有很多游客 包括冬天也是都在这地方吃饭什么的 然后我也会经常有事没事跑过来 我觉得好像蒙特利尔这边真的是 就是包括欧洲国家都是这个 它的这个我们讲艺术气息非常的浓厚 就你会看到很多的画廊 就是在国内的时候觉得画廊这个东西 感觉离我们生活还挺遥远的啊 就是你要买的话可能淘宝一下 就买一张画挂家里 但是这边的话大家都会倾向过来买这种手绘的 当然价钱就不便宜了 因为毕竟是手绘嘛 然后这些现在餐厅都是关门的 因为最近第二波疫情的话是不允许开开门 你如果开门的话你只能做外卖 所以就很多餐厅也就不开了 就是这种小街道很有欧洲氛围的这种小街道就特别漂亮 然后当时我一直认为可能自己可以在这边可以买套房子什么的 那个价钱简直是上百万加币是个什么概念 然后现在这条街的话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他们会放很多这些花花草草的 而且不会是那种大红大绿的 就是过于鲜艳招摇的一些各种颜色的花方 就是他们都会特别具有设计感 然后这边走出来的话就是一个广场 那这个广场的话比如说明天夏天 它也是有很多活动 比如说很多街头艺人在这边表演什么的 那当然今年是不可能 然后这个大楼 这个东西的话它是一个市镇的一个大楼 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有一部X战警 诶是叫什么名字来的 是哪一部来的 反正当时就在这个地方拍摄的嘛 然后就是他们在那个好像在回到什么80年代 七年代的时候 然后万磁王啊还有那个变形女啊 他们就在这个位置打斗就在这 然后当时可多人过来看了 然后好像 呃然后一直到那个逆转未来的时候 范冰冰有演的那一部 他们还到这边来取景 很多人好像还在蒙特利亚有看到范冰冰还是怎么样 就是因为好莱坞很多电影它拍摄会选在加拿大拍摄 因为这边成本会比较低 政府也给他们免税嘛 就不需要上税 那就可以节省了他们投资方的很多钱 然后包括后制啊什么的 后期后期客校比如说像我们做的工作 也因为好莱坞电影都在这边做 也是因为一个税的问题 因为加拿大政府这边还是比较鼓励这个行业 所以你只要是国外的这些公司愿意过来拍电影 都是不需要交税的 那你要知道一部电影投资下来上亿的这种规模 交税交出来是多少钱 这是很可怕的一个数字 那当然大家肯定是愿意过来拍 然后再往前走的话就是港口了 这边因为很早以前的话 这边是作为一个贸易往来的一个港口的样子 现在它也虽然还在用 只是没有之前的这么频繁的使用了 所以它就开放到游客作为一个旅游的一个地点 其实还是有人过来的 只是没有这么多 比如说它夏天会有什么餐车节呀 或者是很多活动 今年都没有举办 但是可能大家出来拍个像前面这两位 出来拍个照什么的还是挺美的 这个类似 哎呀我的蒙特利尔啊 今年不知道大家怎么感觉 今年感觉就是 今年感觉就是你 从开年初这个事情到现在 什么都没干 这一年已经快要过去了 心好累 这个季节 枫叶全都红了 为什么叫枫叶国 就是因为 加拿大的这个枫叶 枫树非常的多 回头看一下 很有欧洲气派的这些建筑 我都没有真的是好好地出来拍过蒙特利尔 就是比如说老城区啊 或怎么样 就是每次都只是带到 然后今天突然对 欧洲汉特利尔 有一点舍不得的这种感觉 我不知道这感觉从哪来的 又不是不用了 然后就会 就会想出来好好的再拍一点东西 然后如果大家能看到的话 我不知道这个铁丝网有没有遮住 那边就是downtown了 就那一片高楼大厦就是downtown了 欧美国家的downtown都不大 都是一小片 但是晚上看起来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叫什么内透 我也不知道 然后在网上现在学到一个新词叫内透 就是所有的门窗里边 就窗户里面都是开灯的 就不是外面挂霓虹的那种 那种浮夸的那种 就是正儿八经里面是开灯的 有人在做事情办公 这个晚上也有人住在里面的 也不是空的这种大楼 然后他也不介意浪费电宝 然后可以把口罩摘掉了 因为这边没有人了 我觉得 希望这个疫苗能赶快出来吧 然后把这个事情赶快结束掉 就是 整个这人的感觉就很糟糕 这一年过的 你说积极 你想积极的去开展你的一些 比如说你的事业啊 或者你的一些要做的事情 都没有办法去做 那当然自媒体不一样 我也是刚开始做这一款 但是还是会多少有遗憾 就是你准备去构想的一些东西 计划全部被打乱 那当然肯定不是我一个人嘛 就是应该是影响到的是所有人 可能大家都有这种感觉 我们现在再往河边走的话 就是大名鼎鼎的圣劳伦斯河了 有这么近吗 大家有看到那边那个桥吗 就是我有一期影片里面拍的那个大桥 就是那个位置 然后感觉我走了好像很远 感觉这个桥就在也没得离我有多远的样子 其实没有人也有没有人的这种感觉 还是很舒服的早上过来 这一晃出国也六年了 然后你也能想象就是你要说 我觉得出国对于很多学生来讲 就是都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就是大家会觉得 哎呀这个人家多有钱啊 这个人家怎么怎么样才能出国 其实不是这个样子 而且在我看来很多很多人出来 很多学生在我看到的情况 大家都是非常努力的在学习 因为就是像大家说 其实毕竟来说 拿奖学金的那是一部分 再一部分就是大家也是可能家里面 也是卯足了进去支持他做这个事情 那这是一个感觉没有退路的这样一个事情 那你不可能去浪费钱 那你就是卯足了进去 你也必须要好好学习 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来看到的华人 当然可能会有这么一撮 就是所谓的富二代 或者怎么样 但是我看到大多数学生 还都是 留学生都是非常努力的 在给自己争取机会 找机会 然后努力的来学习读书 天现在比刚才要亮一些了 那我刚才换上了就是可能对那个恩利滤镜有一些疑问的小伙伴 像这种情况的话 因为刚才比较黑用的是ND8 现在的话可以换上ND16 如果再到中午一点的话 你可能要用到ND32 就是用在那个Osmo Pocket上面 然后我最喜欢的就是从这个角度去看Downtown 就是能看到这些高楼大厦 然后结合着老城区的这些很古老的房子 就是会让人不知道心里面是一种什么感觉 大家看到就是很让人心里面会有一些触动吧 就是就是很多个世纪以前的东西和现在做了一这样一个交融在一块 就是他们把这些古老的建筑都保留的很好 好的 那接下来的话我还是会继续做这个Mavic Gear 2 这个无人机的一些相关的视频 今天是算是一个小插曲 因为下周二这个Osmo Pocket 2就要出了 然后带第一台的这个小兄弟Osmo Pocket 1 出来再做一期视频 好了那我们下周见 拜拜